我教大家看純正加拿大的花旗心 这些是五年的花旗心 我们今天教大家煮花旗心竹丝鸡汤 这个汤是老少咸儿的,每个人都合喝 这个花旗心年份很美 看下本地的正宗花旗心 这些纹很粗手的,不是滑手的 这些是漂亮的 我们现在煮的汤是一两 这些是适合四至六个人在家喝 如果在家三个人喝,可以分两天喝 我们今天教的花旗心竹丝鸡汤 这个配料就是,这里我们有切好的花旗心粒 如果你们平时没有设定的 就整条放进汤里煮20分钟 拿上刀切一切,或者剪刀剪就可以了 那时候就会很软 那我们煮汤呢,这个竹丝鸡就是一只 这个竹丝鸡的皮是很有用的 它不同的鸡汤 但反而我们这个皮是不可以去掉的 它没有油 那我们稍后呢,这个肉就要捏住汤才好喝的 这个肉我们是半磅,这个鸡是一只 那为什么有肉呢?因为所有其他家禽、鱼类的东西都要加些肉 这样那些汤才能吊起那个味道出来 这个汤我们下的材料有三片姜 这样,我们就浸湿了这个米 接着就炒到它微黄 这个手一拿下去一炸就对了 这个杞子我们是用10克 这个红棗我们用这个漂亮的新姜红棗 因为这个新姜红棗呢 这个核很小很小的 那我们一定要去掉核 如果没有去这个核 你煮的汤会很燥火的 这个龙眼肉呢 我们是最后下的 这里大概是10克 因为龙眼肉是吊起所有花奇心的味道出来 这个龙眼干呢 我是最后才放的 其他这些是一起 飞好水,水滚就下的了 我们现在开始来飞水 飞完水我们就轻轻烘干 这些炒米我就开始煮了 为什么这个炒米呢 我们要浸湿才再炒呢 因为那些米呢 如果浸湿了炒 也没那么容易焦的 如果就这样炒 它里面根本都未可以变热 已经焦了了 那现在我们白鹤炒很快就可以了 这些米呢 它它航气了 沙奇心我们所有的 里面大小小的航气 经过这个炒米一中和呢 我们煮起来 喝起来就完全可以中和了 那你们大人小孩都可以喝的 那所谓 平时的人喝到沙奇心 又说会头晕手震 那些就绝对不会有问题的了 这个炒米很重要的 好像那些日本茶 那样 我们混那些炒米 就中和了那些航气了 我们现在煮的汤呢 就把那些猪丝鸡和瘦肉都飞水 飞水一定是飞到这些泡出来 那些汤才清的 还有我们比较熟的时间 不要用那么多这些飘零 这些泡就等于那些汤的飘零 那我们喝了那么多 没有益 那现在我们呢 就下齐这些肉了 那我们现在下了些滚水 下完滚水 我们下了些三片姜 然后下这些红棗 很漂亮的红棗 我们就剥完了 那些杞子和花旗生 这些都是要浸一浸 去洗干净 很快 就是过一过水就可以了 那现在放下去煮 大火煮这个汤呢 首先就大火煮去十分钟 十分钟之后就转中火 中火就煮去十多分钟之后 就开最小火就两个小时 那这个汤就刚刚好 就煮出来很好喝 那现在我们下了些炒米 这个汤就很漂亮了 那一间你们两个小时之后 这个汤总共是煮两个半小时 就最适合了 有些人不想煮两个小时都可以 但是一定要经过大火到中火到小火 这样的过程的汤就好喝 那我们记得那个龙眼肉 这个龙眼肉是最后下的 千万不要那么早下 是煮完汤 最后的十五分钟下就对了 那那个龙眼肉就会润的 如果你一早下这个龙眼肉 煮个汤就会很燥的 这个龙眼肉是不能早放的 但是它可以带起花其心的所有香味出来 那我们现在加满水 就盖开开大火 我们加入葱猪的水 之后煮两个小时 到两个半小时就很适合了 这里是四到六个人的份量 现在这个汤煮两个半钟了 已经很浓了 现在就只要加一点点盐 已经的味道就很甘很凉了 那你喝完之后呢 你就觉得个人 所有的虚火 热火 熬夜 吃完烟酒 那些你都觉得很舒服的 这个汤最重要是 那个龙眼肉去后下的 那这些鸡可以做菜 不妨大家试一下 这个汤很好喝的 老小嫌疑的